我是Kevin 這個專案沒有什麼下話 主要是跟那個 我們現在比較關注 有一個議題 跟那個肥癌的關係 因為現在空派現在非常非常的流行 目前已經發生一、二、三、四 可能前四個那種 空派事件 可能都是跟非常比較有相關 可是第五個視線 可能跟一般的民眾比較會有相關 這一個 對我們在有玩空派機的人 我們會把它判斷 這個是一個非常 呃 跟大家有相關的東西 因為第一個 目前買空派機的非常多 現在使用的人非常多 大部分 看到有人在玩空派機會做兩件事 會去問 第一個 這台空派機多少錢 第二個 這個空派機可以飛多遠 可是他沒有發現一件事 這個空派機非常危險 會發生 如果有人低空高速在飛行的時候 你非常 非常非常的親的時候 他會發生 這種新聞畫面上面的 結果 這個還是低速 你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如果你遇到的是 這種 高速的話就是這一台 他那個速度可能 順風的話 可以超過一百公里 那如果你遇到這種東西的話 第一個就會 像新聞上面 像新聞上面 目前最新的 一個是直接 把那個 民眾直接雜雲 送醫院 所以說如果你們看到空派機 建議 建議 如果看到空派機 最最大的重點 要趕快雜 那如果 你們如果對空派機有興趣的話 不過來的資訊不一定對 因為第一個 我們 查到的是 第一個 遙控 遙控 那個 就是無人機 或空派機的 他的那個規定 會不太一樣 再來是 如果你們有這個 空派機 如果想要查詢相關的法規 請follow官方的 就 例如是民航區 這樣的系統去查 不要去查民間的 因為已經有人發生 去查民間的資料 結果 他的資訊 錯誤了 導致於 他受罰 那 接下來是 我們這個 提案是 沒有消化 但是 有玩具可以玩 謝謝 好 關於那個 非常 是空派機的 這個安貝案 然後下一個是我 然後再來是 我們